好亲爱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还是五步法当中的第五个步骤 接下来是某一时点旅行的履约义务 那前面呢我们用的时间比较多 一直在讲某一时段 时段旅行是吧 时段旅行的判断条件 什么时候时段旅行啊 三种情况 那接下来收入的确认方法 按照履约进度来去确认收入 结赚成本 那么履约进度怎么确定啊 是吧 最常见的用成本法 也就是投入指标当中的成本法 但是在用成本法算履约进度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出力不讨好的情况 也就是说企业这边投入了很多成本 但是呢并没有使得履约义务得到履行 也就是说客户呢也没有得到控制权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算履约进度的时候 是吧 要把是吧 那么这个成本要给它扣掉 要给它扣掉 啊就没有使得啊控制权转移的这部分投入 那要给它扣掉啊 这部分成本来去算文的履约进度 是吧 我们还谈到了后面的安装电梯的这种情况 符合条件的 我们要把电梯这种重大成本啊 要单独予以考虑 同样的要算履约进度的时候 要把它单独要提出掉 是吧 把电梯这份呢和装修服务 就单独分开来看 那后面那个教材立题 大家也要注意把握 好 那么时段讲完了 接下来就开始10点了 10点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么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商品控制权的10点 来去确认收入 因为就是一个点嘛 就是什么时候客户取得控制权 也就是说企业什么时候履行了履约义务的这个10点 那么咱们就一次性的确认收入 那么在判断控制权是否转移时 企业应当考虑下列五个迹象 那这有个提示啊 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呢 应当首先判断是否为时段旅行 如果说不符合前面的三个条件的 三种情况的 那就不属于时段旅行 那就是为时点旅行 一定要注意先后顺序啊 先判断时段再判断时点 好 接下来如果说属于时点旅行 那接下来具体是什么时点啊 所以说这五个迹象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的是这个时点的确定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啊 第一种 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实的收款权利 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应收账款 或者现实收款权利了 那也就是说客户呢 就该商品富有现实的付款义务 基本上就该收钱了 该付钱了 那我们往往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经常写一笔分录 借应收账款代收入 或者说借一样存款代收入 那就是说看的是钱 是吧 应收账款都确认了 那肯定是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一般来讲是吧 第二个 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 也就是说客户已经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这东西都是你的了 那我当然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第三个 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 就是说所有权有可能还没有过户啊 但是这个东西啊 已经被客户所占有了 客户已经占有该商品的实物 这儿有个提示啊 关于第三点啊 第三条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客户说占有了某项商品实物 并不意味着其就一定取得了该商品的控制权 也就是说占有实物和控制权不是一回事 所谓的实物占有 那只是形式上的占有 但你到底能不能控制 那不一定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两种情况啊 所以针对这个第三条啊 咱们教材呢 还是讲的比较多的 就讲了讲那种什么 就是不属于这种控制权转移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委托代销啊 委托代销安排 这个是实物已经转移了 但是控制权没有转移啊 这个委托代销嘛 比如说我是委托方 你是受托方 我现在呢 我要委托你给我销售一批计算器 那现在呢 我把这个计算器啊就给到你了 我给你拉过去了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计算器是我的啊 你将来你把这个计算器卖出去 你记得点把钱给我啊 我只是让你给我销售 你只是代销而已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这个计算器 我这个实物已经给你了吧 给你了 但是说这个控制权转移了吗 控制权没转移 所以说我在把计算器给你的时候 当你还没有对外销售的时候 说这个东西在你那 是吧 你还没卖出去 是吧 你没卖出去 那这个时候我认为控制权一直还在我这 没有转移到消费者 那我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就这里说了这个意思啊 说实物已经转移 但是控制权没转移 那接下来解释 说受托方没有获得对该商品控制权 当然如果获得控制权了 那就不属于这里的委托代销安排了 你都获得控制权了 那就正常的 我就向你销售了 是吧 就正常的销售了 那么企业通常应当在受托方 售出商品后 那么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方法 来计算确定的手续费来去确认收入 那这有链接啊 有提示 那这个时候其实委托方啊 是主要责任人 受托方啊 是代理人 你是代销 是吧 东西是我的 你是代销而已 所以你是代理人 那你只需要按照手续费确认收入 我们后面呢 讲到特定交易事项 将会再详细的解释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你只需要确认手续费那块收入 说这个 我这个计算器这个价款不是你的收入 那你要把这个价款给我 那是你的负债啊 这很重要啊 那我是委托方 我是主要责任人 那这个计算器的这个价款是我的收入 对吧 那手续费对我来讲就是我的费用 那接下来 这个我们来通过这个图啊 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这里面的一些要点啊 首先第一个要点 我们先看委托方 委托方在发出商品时是不确认收入的 刚才解释了 因为发出商品 这个商品的实物已经给你了 但是控制权没转移 所以说我不确认收入 那么我什么时候确认收入啊 我收到代销清单的时候 谁给的清单啊 你给的 你是受托方 你把它卖出去 你那就给我开一张单子 你告诉我 你卖出去多少 是吧 然后呢 我根据你这个代销清单呢 我去确认收入 因为你卖出去了 是吧 卖给消费者就外卖第三方 那这个时候当然了 我的控制权就转移出去了 所以说我要确认收入 同时呢 我要开发票给你啊 因为在税法上呢 咱俩互相之间 这是一个适同销售啊 就是说关于这个代销啊 咱们同学们还要了解一下税法规定了 就我这个东西呢 让你给我代销 税法认为 我就是在给你做销售啊 虽然说啊 虽然说 我咱们会计上啊 我在给你发出这个货的时候 我不确认收入 但税法上啊 那么因为这份 我最终 你卖出去了 是吧 你给我开代销清单 那这时候我确实是需要确认收入的 那我确认收入 那同时呢 这个要确认这个增值税 消费税额 那没有问题啊 这个增值税啊 跟收入也是一起来做的 啊 因为毕竟我是对外实现销售了 是吧 那就是我要代收这个增值税啊 那么你要把这个钱给我 是吧 你要把钱给我 当然你对外销售 那你也要收这个增值税啊 所以说相当于是一连串的啊 所以你收托方 收托方 我们看右边啊 你在收到商品时 你确认资产 同时确认一下负债 我咱们先看后面增值税的问题啊 说代销的时候 你不确认收入 那你要开具代销清单 也在来这儿了 开具代销清单 收到发票 因为我这儿 我是给你开发票啊 我开发票给你 你收到发票 你适同购买 那同时你在对外销售的时候 你在代销的时候 其实你也要收到一个增值税 对不对啊 所以这里面这个增值税啊 是这样的啊 委托方在这儿啊 委托方在这儿 那么受托方在这儿 客户的话呢 是在这儿 那么最终这个增值税啊 是由谁来负担呢 客户来负担 客户把增值税 给到受托方 受托方呢 再把增值税给到委托方 委托方呢 来进行纳税 那其实受托方 还是一个中间代理人的角色啊 就关于这个增值税 这个增值税 不是说代收增值税吗 受托方对外销售给客户 他要确认一个增值税销项税额 他要代收客户的这个增值税 那么受托方同时呢 还要这个什么 适同购买 就委托方 是要适同销售给受托方的 那所以说受托方这边 是吧 受托方这边有一个销项 是吧 同时这边有一个销项 那么委托方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销项 当然客户的话呢 这边也有一个销项 是吧 所以说 那么对于受托方来说 有一个相等金额的进项 这进项和销项 他俩是相等的 所以对受托方来说 税负是不增加的啊 我先把增值税 先给你解释清楚啊 增值税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咱们再重新捋啊 收到代销清单时 那么委托方就要确认收入了 并开局发票 那么适同销售 就说这个销项 对吧 说这个适同销售啊 说的是这个销项 要开发票 你这个销项要开发票 给受托方啊 然后那受托方 拿到这个发票 作为进项税额 然后呢 代销手续费 我们要进销售费油啊 因为委托方 你找受托方干活 受托方要收手续费的 他收手续费 那对于你来说 就是销售费油 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 受托方这边 受托方首先 收到商品时 他要确认资产 因为商品毕竟是资产 但是你要紧接着 同时确认一项负债 你看有意思啊 同时确认一项资产和负债 为什么要确认负债呢 有同学问 那你要注意啊 你只是代理 只是代销 你是代理人 也就是说 你时刻要记得 这个资产不是你的 你将来卖了钱 你要还给人家委托方 对吧 所以说受托方 在拿到这个商品的时候 要记得点实际上收到商品的同时 也就形成了一项负债 什么负债啊 将来卖了钱之后 记得点把钱要还给委托方 就是要偿还的 把这个商品换的钱要偿还 要记得点 那他实际上义务 一项义务 所以说确认资产的同时 确认一项负债 那最终的话呢 导致净资产为零 因为资产负债同时增加 净资产不变 所以说收到这个商品 那对受托方的净资产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对受托方的存货也没有影响 对吧 受托方的存货 实际上是不影响的 因为资产和负债 都是纳入存货计算 所以存货是不影响的 这个大家 要作为常识要知道 然后呢 受托方代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确认收入 因为不是你的 刚才说了不是你的收入 你这个代理人啊 你这个受托方啊 你只需要确认你的代销手续费收入 在这 代销手续费 确认收入 那么不确认收入 我毕竟卖钱了呀 我把商品卖出去了 这个受托方说 好 你不确认收入 确认什么 确认负债 把原来的这个负债 转到应付账款 然后呢 开具代销清单 给委托方 是吧 收到发票 是吧 就这个 是吧 就这个镜像啊 就是收托 委托方的这个肖像 开张发票 给给受托方 那么受托方这边呢 形成一个镜像 对吧 因为收托方本身 要销售给客户 也要代售一个增值税 他本身也要有一个肖像 那么这个进销 就抵了 因为相等这个金额 因为他是按照是吧 进价来销售的嘛 所以这个销售的这个售价 和进价是相等的 他只是带 他不赚钱 他不赚这个价差 他只是代理嘛 他只赚手续费 所以说收托方的税负 并没有增加 没有增加 他的增值税负 为什么 没有增值 怎么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 收托方这个环节 没有增值 没有增值 就争不着增值税 但是这个 从具体征收管理角度来讲 那还是要开发票的 还是要开发票的 税法还是不太信任的 万一你增值了呢 万一你这个进项 进项和这销项 不一样 说这个销项大于进项的 那不就要有增值了吗 实物当中有这种情况 是吧 那就说税法它分不清 到底你是不是 是吧 是只是收手续费啊 还是说是从买断啊 因为实物当中 有些时候这个收托方 是吧 表面上啊 形式上来讲是委托代销 但其实它是适通买断了 实物当中有这种情况 你收托方你要是适通买断 然后这个售价销售 你再卖给客户 说售价你自己定 你要自己定这个售价 那往往你就要赚钱了 你赚钱你有增值 有增值就要增值税 所以说税法上呢 那我这样 那就委托方开发票给收托方 收托方开发票给客户 那这样反正就是都统一管理了 统一起来了 听明白了吗 好 那这样我们通过教材 例题10-22 再给大家来进行具体讲解 甲公司委托饼公司 销售W商品200件 W商品已经发出 实物已转移 每件成本呢是60 合同约定 饼公司应当按照 每件100块钱对外销售 你看 这个已经把饼公司的售价 给卡死了 给约定好了 饼公司这个代理方 是吧 这个售托方 他不能自行定价 那么甲公司按照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价格的 10% 向饼公司支付手续费 那就说一件是10块钱呗 手续费了 那么饼公司对外实际销售 100件 对啊 让他卖200件 他那本期实际卖了100件 那饼公司开出的增值税 专注发票上著名的售价呢 是1万块钱 因为100件乘以100吗 一件100元 100件那1万块钱 增值税啊是1300件 这是饼公司开的发票啊 这个发票是说的说的哪个 这个发票说的是这个啊 就这个销项 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这个销项啊 好 款项也收到 那么甲公司啊 这是委托方啊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是吧 是甲委托饼代销 那饼这边呢 再去销售给客户 那么甲公司啊 就收到了饼公司开具的代销清单 那么于是呢 甲就向饼公司开去了一张相同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说甲这边呢 就开了一个销项税额 那对于饼这边呢 就近项 那么饼的话呢 有一个销项是给客户的 对吧 所以那这个时候 现在就说了 把这个镜项和这个销项相等的啊 因为相同金额呢 那对饼来讲 这个代理方 是吧 它是没有什么 没有税负增加的 假定上述情况 不考虑这个其他因素啊 提示 那本体没有考虑售托方代销服务应交增值税啊 就是这个饼公司 它本身实际上是在销售代销服务 听明白了吗 饼是在销售代销服务 那其实它还有一个销项 刚才这个图里边啊 这个售托方其实俩销项啊 这个售托方啊 那么还有一个销项 它俩销项 上边这个销项是销售委托方的产品 下边这个销项啊 说的是代销服务的销项 听明白了吗 所以大家把这个图啊 你可以 为了防止乱啊 你可以把我这个手写图啊 写在你的讲义上啊 写在一边啊 这样咱们的思路啊就清晰了啊 关于增值税 那现在说这个题不考虑 售托方代销服务的这个增值税啊 就这个销项不考虑 好 根据上述资料 假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首先发出商品 一定不要劝收入啊 借发出商品 代库存商品 那这俩的话都是存货啊 那金额不并啊 所以说一增一减嘛 发出商品增加 库存商品减少 那么这俩都是记录存货的 存货的一增一减啊 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就是成本啊 是吧 一万两千 成本是60吗 这个按照成本节转啊 200件 一件是60 收到代销清淡的时候 那要顺收入啊 同时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 借应收账款 一万一千三百 代主营有收入一万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税额一千三百啊 因为他 代销清单 写的是他卖出于一百件 那一百件的话呢 一件一百块钱 那就是一万块钱的收入 一千三的销项啊 那么这个销项呢 那指的就是这个销项啊 就指的这个销项 啊 就这个委托方要开一张相同金额的发票 给收托方 这个一千三 然后呢 同时转成本就不说了啊 因为一件是60啊 一百件六千 同时这个代销手续费 领导机啊 销售费用 那当然这个转成本要说一说的 就这个代销啊 代销一定要写发出商品 你别写库存商品了 因为库存商品 是吧 已经转到发出商品里面来了 库存商品没了 所以说在转成本的时候 代销写发出商品 然后代销手续费 即销售费用 是一千 一千怎么来的 百分之十 是吧 一万的这个售价的百分之十 一千块钱 那同时这个手续费 直接从这个应收账款里面 给它扣掉就可以了 直接从应收账款给它扣掉 也就是说将来 我们这儿不是有一个应收账款 一万一千三百吗 本来我们是应收饼公司 一万一千三百块钱 那由于一千块钱手续费 所以说最后你向秉公司 要这个钱的时候 你只需要要是吧 一万零三百就可以了 是吧 因为秉公司要收手续费的 是吧 秉公司就把手续费给扣一下 那么收到钱的时候 就一万零三百是吧 既然应收账款 代应收账款 一万零三百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售托方 售托方的话呢 我收到商品 进入售托代销商品 以及售托代销商品款 那我要告诉你 售托代销商品 是资产类科目 售托代销商品款 是负债类科目 那两万块钱 这个两万一定要追仰 这个两万那是要按售价 来进行记录的 一定要追仰是按照售价 不是进价 所以咱们相比较 咱们委托方 那这个地方写一万二 借发售商品代售商品一万二 那女同学问 老师那这都对不上 他明明发出了一万二 那你这怎么写两万 他对不上 为什么要售价 就是因为 秉公司 他是按售价进行管理的 他要按售价进行卖 将来卖的这个钱 那就是卖两万块钱 这就是负债 意思就是两万块钱 将来要还给人家委托方 是吧 所以这个负债是要偿还的 这个资产 我们也是按照两万卖的 也是卖两万 不赚钱 这个资产的 对于秉公司来说 这个资产的成本就是两万 一按两万卖 他没有利润 他不赚这个钱 他只赚手续费嘛 说对外销售 他当然只卖了一半 那就是一万块钱了 把这个受托代销商品 直接减少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把这个资产变成现金 把这个受托代销商品 这样资产变成现金而已 因此这个地方 千万别确认收入 所以借一样存款 一万一千三百 带受托代销商品一万 同时占有个销上税额 这个销上税额 指的是受托方 卖给客户的这个销项 就这个 这个销项 听明白了吗 OK 然后呢 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就借受托代销商品款 注意了 我收到发票的时候 这个发票 要是委托方开过来的 拿到发票了 那么受托方就可以把钱给他了 是吧 所以说 那这个钱怎么给啊 要把受托代销商品款 这个负债 因为这个是负债 这个负债是要偿还的 那你要注意 贷方你不要直接写银行存款 那往往通过应付账款 要过渡一下 形成了一个付款的义务 所以应付账款增加 所以这个是负债的一增一减 把上边这个负债替换成应付账款 我收到发票 我才能把钱给你啊 形成一个无条件的一个付款义务 对吧 受托代销商品款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有条件的负债啊 受托代销商品款 有条件的负债 什么条件啊 你得把发票给我呀 我还要decode呢 要不然我就白白交税了 这个税我可不负贷啊 所以这里边有个镜像税额 这个镜像税额 说的就是这个镜像 就这个镜像 那这个镜像相等啊 那相等的秉公司可不承担这个税啊 意思就是说嘛 所以说 这个受托代销商品款 它是一个有条件的负债 什么条件 你把委托方 你把发票给我 那我再转到应付账款 那应付账款 就是一个无条件的负债 是吧 就给应收账款是对应的 我们应收账款 是一个无条件的收款权 那这里面应付账款 是无条件的付款权 啊 发票我都给你了 你 是吧 那我就无条件 我要把钱给你 然后等到实际支付货款的时候 我们要计算代销手续费 说借应付账款 是吧 减少 给多少钱啊 11300 那11300 给多少钱 给的10300啊 当然负债我要全充掉 我实际我要扣掉手续费啊 扣掉的这个手续费呢 算是收入就可以了 贷债 我收入1万人 就是1000块钱啊 贷销手续费 那就这个差额就是手续费的收入 1000块钱 要注意了 这个贷销手续费啊 此题并没有考虑增值税 销上税额 他就太没有考虑 正常来讲的话呢 我们啊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销项 就是丙公司 还有一个销项 那这个销项 是代销手续费的销项 上边这个销项呢 是代销产品的销项 好 听明白了啊 行了 那这样我们整个的处理啊 就完成了 总结一下的话呢 就是关于委托方 收费方 我们来横向来看 委托方发出商品 那么委托方是按照成本 借发出商品 代库存商品 售托方是按照售价 借售托代销商品 代售托代销商品款 那么售托方对外销售 委托方是没有处理的 是吧 那么售托方是借银行存款 代售托代销商品啊 直接把这个换成钱 同时有一个销项税额 那么委托方 为什么这儿没处理 他要等什么 要等代销清单 售托方开具代销清单 那么委托方呢 那就要给他开发票 那么售托方 那么委托方就可以 确认收入了 借应收账款代收入 同时把发出商品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那同时确认代销手续费 即销售费用 那这里面有个镜项 注意了啊 这个镜项税额 说的是购买代销服务的 我这个表格的总结 是更加全面的账务处理 那么委托 售托方这边呢 那就要把售托代销商品款 那么这个有条件的负债 转成无条件的一个付款权 是吧 把售托代销商品款 转成应付账款 那记得要钱 那就要给人家委托方了 同时这儿有一个增值税 进项税额啊 那么这是委托方把发票开过来 那我们要确认进项税额 那同时呢 这个时候应该是要确认代销手续费收入的 这个借应付账款 把应付账款给它冲减一部分 然后但其他要有收入 代销手续费 同时这儿有个销项税额 注意了这个销项税额啊 我们要强调的啊 就这个镜项和这个销项啊 这俩啊 说的是代销服务 是吧 说的是代销服务本身的增值 销项和镜项啊 跟代销产品没关系啊 明白了啊 然后最后呢 结算货款 那记得应付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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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俩是对应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代销啊 我们就讲完了 关于这个委托代销安排的话呢 咱们终极应该说 目前还没有考大题 是吧 大家呢 按照这个 是吧 一般的指示啊 按照小题把握 基本上够了 但是考大题你也应该会啊 因为毕竟是初级的内容嘛 那第二个就是售后代管商品的安排 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十点旅行啊 在说什么 在说食物已经转移 但是控制权没转移的情况 他现在说了 是食物没有转移 但是控制权转移了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就是这个食物和这个控制权啊 它是不匹配的 听明白了吗 就是食物和这个控制权 它是不匹配的 不一致的 一致的话 那还有咱们这儿讲吗 那一致的正常处理呗 啊 什么叫售后代管啊 售后代管商品 是指根据企业与客户签订合同 企业呢 已经就销售的商品 向客户收款 或者取得了收款权利 企业呢 已经是取得了收款权利 但是呢 一直到在未来某一时点 将该商品交付给客户之前 企业仍继续持有该商品食物的安排 也就是说 企业已经是有了收款权利 那说白了 控制权转移了呗 控制权转移了 那企业就可以确认收入 意思就是说 收入都已经确认了 东西还在这放着呢 那很正常啊 是吧 很正常 收入可以确认 东西没拿走呢 那就咱们代管呗 意思就是说 东西是人家客户的了 咱们只是代为保管而已 在售后代管商品安排下 除了应当考虑客户 是否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之外 还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思想条件 才表明客户取得了该商品控制权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因为东西毕竟是还在我这儿 比如说你买我的买我的这个计算器啊 说呃 我现在着有个问题啊 说这个东西还在我仓库呢 我怎么才能判断这个控制权 已经到你那儿了 接下来通过下面的四个条件 同时满足在四个条件 我才认为 是吧 这个控制权已经转移给你了 我们必须要准则在一块 必须要有严格的要求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也挺别扭的 东西还在我这儿呢 我能劝收入啊 所以说必须要有严格的条件进行约束 第一个 说该安排啊 必须就有商业实质啊 例如该安排啊 是应客户的要求而定立的 说你说的 是吧 有商业实质 第二个 属于客户的商品 必须要能够单独识别 也就是说 这个计算器是你买的 那我就不能把这个商品啊 跟我的仓库里边正常代售的 这些产品放在一起 我必须要能够单独识别 我上面贴个标签 是吧 你是张同学 行了 上面写着张同学 是吧 哪个地方的 四川省的 广东省的 江苏省的 北京的 上海的 哪个地方的 叫什么名 是不是 他的电话是多少 要写清楚 要能够识别 将属于客户的商品单独存放在指定的地点 那就叫代管嘛 代管 代管 那你得有这个保管的一个安排啊 你 你要是跟其他商品不能识别 那你 是吧 那就属于你控制权没转移 第三个 盖商品 可以随时应客户的要求交付给客户 客户随时可以来拿 客户可以随时来拿 或者说客户只要给我一个指令 我就可以马上给他交付物流 把他 是吧 这个快递啊 或者说这个 是吧 运输啊 物流公司啊 交付给客户 随时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有限制 那说明控制权 还不到 还没有到客户那 说明你能控制 现在说白了 就说客户是能够控制的 第四个 是企业 企业不能自行使用啊 该商品 或者是将该商品呢 提供给其他客户 你企业你决定不了 这东西人家客户的 你企业不能自行使用 你要自行使用 那说明你企业有控制权 控制权没给客户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用背 还是很好理解的 是吧 是吧 验过留声 是吧 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接下来看教材 例题10-23 2020年1月1号 甲公司与公司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M专用零部件 那么M零部件的制造期啊 是两年 甲公司在完成 M零部件的生产之后 能够证明其符合合同约定规格 假定在该合同下 向客户转让M零部件 是单项旅约义务 并且呢 属于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义务 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到现在的话呢 都是正常的业务 然后说了2021年底 乙公司支付了M零部件的合同价款 乙公司啊 都把钱 给了 都支付了 因为都 满足了合同约定的规格了吗 乙公司就付钱了 并对其进行验收 验收了 那就说明控制权已经转移了 我们后面就会讲 这句话有点超前 我们后面接下来就会讲这个情况 只要客户进行了验收 没有问题 那好 我们控制权就转移了 但是 就怕的是但是 但是考虑到其自身的仓储能力有限 并且其工厂呢 紧邻假公司仓库 因此啊 要求将M零部件呢 存放于假公司的仓库当中 假公司的销售方是企业贷管的 并要求按其指令 按其指令随时安排发货 那说白了 就客户是能够控制的 客户让你什么时候发货 你就什么时候发货 说乙公司拥有M零部件的 发令所有权 假公司在其仓库内的单独区域 存放零部件 没有混着 能够单独识别 并且M零部件呢 可明确识别属于乙公司 上面有标签 单独指定地点摆放 假公司呢 那也不能使用M零部件 那你企业你已经控制不了了 这是客户的东西 那也不能将其提供 给其他客户适用 那这个就很简单 是吧 2021年12月31号 假公司已经收取 M零部件价款 但是乙公司尚未要求发货 乙公司已经拥有 M零部件的法定收入权 并对其进行验收 所有这些东西都指向 什么乙公司 已经拥有控制权了 虽然说实物 仍然是在企业这边 但是其实控制权 已经到客户了 满足在售后代管商品的安排下 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条件 M零部件的控制权 已经转移了 控制权已经转移给了乙公司 因此假公司应当确认 销售M零部件的收入 除此之外 假公司还为乙公司提供了 仓储保管服务 仓储保管服务 那么该服务呢 与M零部件可明确区分 那么构成了单项履约义务 这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要注意啊 假公司还为乙公司提供了仓储保管服务 意思就是还单独收费的 假公司不能白忙活啊 这个售后代管 说这个商品是你客户的了 那我给你保管在这 我一天要收100块钱的保管费 因为咱们知道有一些特殊的商品 它是有一些仓储费用的 比如说有些商品呢 可能需要冷藏尤其是一些保健品食品啊 那是要冷藏的 那有是要有费用的 所以假公司那是要收费 那这是单独的啊 能区分的 说这个仓储保管服务 那跟这个M零部件 那它是明确区分的啊 构成了单项履约义务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两项履约义务 M零部件是一个 仓储保管是一个 那甚至说这是两个合同是吧 M零部件这个合同啊 已经执行完了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啊 仓储保管服务的这么一个合同 实质上是两件事 是吧 那构成单项 两个单项履约义务 好了 那接下来再讲一个例题 A公司生产并销售笔记本电脑 2021年A公司与零售商B公司签订销售合同 向其销售一万台电脑 由于B公司的仓储能力有限 无法在2021年底之前啊 接收该批电脑啊 就是他呢 电脑就没法拿走 只能存放在A公司了 双方约定啊 A公司在2022年按照B公司的指令 按时发货 那么并将电脑运送至B公司指令地点 所以说这些这些话呢 都表明这些电脑已经是由B公司来控制了 啊 就是说由这个客户是来控制 控制旋转移了嘛 2021年12月31号 A公司共有上述电脑库存1.2万台 其中包括1万台将要销售给B公司的电脑啊 那么这1万台电脑我们能不能识别呢 他说然而这1万台电脑和其余的2000台电脑 你不是一共是1.2万台吗 说一起存放并统一管理 并且彼此之间啊可以互相替换 完蛋了 你没法识别 没有给他单独指定地点进行存放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控制权没转移 这个控制权还是在你A公司手里边 对吧 控制权啊 包括这些电脑相关的风险啊 就是如果说这1万 其中的1万台坏了 那那找不着人家 还是要由你A公司来去负责 要给人重新发1万台新电脑 咱们说假如啊 假如说这1.2万台是吧 其中呢 啊有那么七八台 七八千台电脑说被水浸泡了 损坏了 那跟客户没关系啊 是吧 你这个东西你统一管理 那你没有妥善的保管 没有妥善保管导致电脑毁损 啊那由你来赔偿 当然了 如果说这个就算是指定的地点存放啊 能够明确识别 那么毕竟你A公司提供了是一项保管服务 对吧 啊就算是控制权已经转移给客户 对吧 那么由于你保管不善 对吧 导致电脑出现损毁 那你这个也要进行赔偿 因为你提供了这个保管服务嘛 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是不是啊 你收费了吗 你收费那你就要妥善的保管 那要看你的保管服务协议到底怎么签的 保管服务协议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啊 如果电脑毁损怎么怎么着 那赔偿多少钱 啊 那就按那就另外一个说法了 按照合同当中的违约责任去做就可以了 好 本例当中 尽管是由于B公司没有足够的仓储空间 才要求A公司再不发货 并按照其指定事件发货 但是由于这一万台电脑 与A公司其他产品可以互相替换 没有单独存放保管 那么A公司在向B公司交付这些电脑之前 能够将其提供给其他客户或者自行使用 那还是因为 是吧 没有明确识别吗 还是在统一正常玩卖 因此啊 这个一万台电脑啊 在2021年底不满足售后贷管商品的安排下 确认收入的条件啊 所以说那控制权没转移 控制权没转移 那你就不能确认收入 不能确认收入啊 好 那这样我们刚才把这个实物占有的情况啊 说完了啊 说实物占有跟控制权 他不一定就匹配 是吧 不一定是同时的 那接下来看第四个迹象 企业已经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客户 也就是说客户已经取得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那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商品啊 是吧 已经给到给到你客户了啊 比如说这个 还是说这个计算器吧 已经买到买到你手里面去了 那对于你来讲 你是客户啊 这个计算器是吧 怎么样去使用 如何给你创造价值 给你带来报酬 比如说你用这个计算器呢 是吧 学习考下了终极证书啊 然后呢 升职加薪 那这个升职加薪就是你的报酬啊 那这是你用这个计算器 计算器是是出了力的 他是为你提供服务了 好 那这个报酬是归你的 跟我没关系啊 我是企业 我把这个计算器 卖给你 你将来 是吧 用这个计算器考证 啊 升职加薪了 我有没有像你说 你这个计算器我卖给你的 是吧 你升职加薪 你的工资 你涨多少 涨2000 2000你分给我1000 哪有这么说的 那企业这么太流氓了吗 是不是 说你从我这买计算器买过去之后 你升职加薪跟我没关系了 那都是你的报酬 当然了 风险也是你的 是吧 风险也是你的啊 什么风险啊 比如这个计算器 可能还好一些 风险小一些啊 是吧 当然风险就是说你考证没考过的 那这也叫风险啊 然后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一些食品啊 比如说到你手里边说过期了 过了保质期你还没吃呢 你从我这买了这个中秋节 我是月饼生产企业食品公司 你在我这买月饼 你放在家里不吃 过期了 长毛了 你能回过头来找我要说 你这个月饼怎么保质期那么短啊 是不是 没加防腐剂啊 那你要还想吃防腐剂啊 你想 可以啊 都给你使劲加薪 是吧 足够剂量的防腐剂 基本上月饼里边就没有馅 对吧 除了上面那个面皮 里面全是防腐剂 你喜欢吃吗 那不会腐烂的 一百年十年之后 你还可以吃的月饼 你吃吗 所以说就是说啊 正常的这个啊 相关的风险 你损失的这个风险 那也是由你来自担的 好 那这个时候 风险和报酬都跟我没关系了 都转到你那去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控制权就给到你了 我就 我这边企业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接下来看教材立体10-24 甲公司在2021年7月12号向乙公司销售一批商品 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销售价款啊 是20万元 增值税额啊 是26000 款项尚未收到 那又形成应收账款了 该批商品成本啊 是12万元 甲公司在销售时已知乙公司资金周转发生困难 但是为了减少库存积压 同时呢 也为了维持与乙公司长期建立的商业合作关系 甲公司仍然将商品发往乙公司 并且办妥脱手手续 假定甲公司发出该批商品时 那么其纳税义务 那么已经发生 这里面再说一个关系啊 就是说为了减少存货积压 明明乙公司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 这句话意味着乙公司的信用状况出了问题 他有可能还不了钱 对吧 有可能呢 这个货款啊 给不了 那但是呢 甲公司仍然啊 把这个存货啊 把这个商品啊 发到乙公司这个手里边了 那这个时候本利当中 由于乙公司资金周转存在困难 因而甲公司在破款回收方面呢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 我们的合同存在的五项条件当中 第五个对价并不是很可能收回 那么与该批商品所有权一样 有关的这个风险和报酬啊 那其实是没转移啊 所以说你从这一点上来看 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这个钱他不一定能给得了啊 所以说这个风险啊 实际上是没转移 他没把钱给咱们是吧 那风险还在咱们这儿 在企业这儿 那所以说咱们不能确认收入啊 甲公司在发售商品 并且办法脱手手续时 不能确认收入 那么已经发售的商品成本呢 应当通过发售商品 什么来核算啊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啊 你也可以是通过咱们前面讲的 收入的确认原则 合同存在的五项条件来去判断 合同存在五项条件 第五个就是关于对价 必须要很可能收回 如果五项条件不满足 那我们是不能用 五步法来确认收入的 那我们是不能确认收入 好那么什么时候确认收入啊 那对于已收取的价款 只有等到将来说企业 剩余的旅游义务也不再旅行了 对价也不需要退回了 同时满足我才确认收入 咱们前面的知识 我带领大家再复习一下 我说的太快了 忘了是吧 行了那你可以暂停 再后过头去再好好看一看 或者多听几遍 那这样假公司账务处理 那就是借发售商品 带库存商品12万 12万呢就是这个成本 然后呢 同时由于增值税 纳税义务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要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我们是要收上来的 那这个形成了一项 无条件收款权 借应收账款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这样税额 因为这说了 是吧 增值税纳税义务是已经发生了 收入你不确认啊 增值税是要确认的 所以说咱们这个有些同学呢 一直就认为 是吧 收入跟这个增值税是一起的 那并不一定 是吧 谁说这个收入跟增值税 就一定是一起 一起确认的 是吧 收入是收入 增值税是增值税 执行各自的准则规定 收入是执行 收入准则的规定 增值税呢 是执行税法的规定 要看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那这也说明了说如果说销售 该商品的增值税 纳税义务尚未发生 那就不要做这个分路 是吧 那么等到纳税义务发生的时候 再做应交增值税的会计分路 说白了 这是一个纳税义务吗 是吧 那既然是义务 那我要确认负债应交税费 好 2021年10月5号 甲公司得知乙公司经营状况 逐渐好转 乙公司承诺近期付款 然后再呃 再确认收入是吧 借应收账款20万 贷主营有收入20万 那这个时候贷方 你就别写销上税额了 销上税额已经提前确认了 有收入 那就必然要截转成本 是吧 记住费用 借主营有成本贷 是吧 这个地方贷方 那就要写发出商品了 因为前面这个地方 已经把库存商品 转到了发出商品 按成本12万截转 10月16号 实际收到款项 借应要存款 22万6千 带应收账款 22万6千 哪来的呀 是吧 这里有个26000 这里有一个20万 那就是22万6千 把应收账款减少就可以了 好 最后一个迹象啊 就是客户已经接受该商品 说白了 就是通过了客户的验收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啊 那么通常表明说客户都验收了 那客户就同意了 他认为 是吧 就控制权已经转移给客户了啊 表明客户已经接受该商品 控制权转移了 那么通常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客户验收啊 只是一项例行程序 它不会影响企业判断客户取得该商品 控制权的实体 那这句话 这个情况什么意思啊 只是一个例行程序的意思 就是说客户不验收也认为控制权已经转移 只要你足够 你有足够的理由 是吧 有确凿的证据认为 你这个产品已经符合合同的要求 是吧 那客户验收 那只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啊 是吧 就像咱们同学们在网上进行购物 那你签收 是吧 只是一个例行程序 那往往的话呢 那这份企业 早就确认收入了 早就确认收入了 所以说正常来讲 我们的产品质量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第一种情况 是大多数 实物当中大多数情况 客户的验收只是例行程序 那么不验收 我们企业一样确认收入 第二个 说无法客观的确定 是否符合合同规定的 就是我可能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 我表明 我说我这个产品到底客户满不满意啊 客户是不是哪个方面还 这个颜色白色他不喜欢 想要粉色的 我不确定 那么需要在客户完成验收 并接受商品式确认收入 那这个时候 说客户不验收 你控制权就没转移 那必须要 那这个时候就是不是例行程序了 那这个时候 他就不是一个例行程序啊 那必须要等到客户验收 你才能确认收入 实物当中定制化程度 越高的商品 越难以证明客户验收 仅仅是一项例行程序 说白了 就是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些产品 我们必须要等到客户验收 我们才能确认收入 而对于一些不是定制化的 是吧 就是商品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衣服 那这个东西我发货 我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对企业来讲 因为是往往你的签收 只是一项例行程序吗 好吧 就这个意思啊 好需要强调的是 这样咱们终于把收入 无法讲完了 就在上述五个迹象当中啊 还是说的是十点啊 并没有哪一个 或哪几个迹象是决定性的 它不是决定性的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啊 那么企业应当根据合同条款 和交易实质啊进行多方面分析 综合判断啊 其是否将商品控制权 那最终还是看下三个字控制权 转移给客户以及核实转移的 从而确定收入确认的实践 此外呢 企业应当从客户的角度 是吧 多多进行评估 不要光你看你企业自己的看法 是吧 你企业你这边认为 说我都 你还有我怎么样 因为经常 十五当中经常说企业跟客户 有一些矛盾是吧 我产品没有问题 我都已经履行了我的履业义务了 你这个客户怎么回事 是不是 哪有像你这样的 不要这样 是吧 人家客户不满意 说某一方面啊 这个认为你这个履业义务呢 有问题 那人家认为客户控制权没转移 好 那你企业这边 你在算履业进度的时候 那就把客户不满意的 没有导致控制权转移那部分呢 给它扣掉 那你就做成你 认为你自己损失就行了 这个我们前面 在算履业进度的时候 要把这个企业这边 履业义务跟客户控制权 不匹配的这块成本投入 要给它扣掉 到底原因吗 OK 行了 同学们恭喜大家 我们本节课内容呢 就学习结束了 本节课呢 哎呀 真的是我们收入的核心 我们讲解了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五步法收入确认几量模型 我们回顾一下 第一步识别合同 识别合同包括 合同合并 合同变更 是吧 尤其要注意合同变更三种情形 是吧 那么如果说变更部分 能够明确区分 并且能够反映单独售价 那它呢 就是作为单独合同 否则的话 那就是作为情形二 或者情形三 什么时候情形二 什么时候情形三 那就关键看原合同 能不能拆开 原合同如果说能拆开 那就是情形二 是吧 把原合同拆了 原合同终止 原合同未履行部分 跟变更部分 合并为新的合同 如果说原合同 是铁板一块 拆不开 拆不开 好 那就把变更部分拿过来 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第二步 识别单向理议 重点把握合同层面 不能明确区分的情形 三个关键词 提供重大服务进行整合 第二个 进行重大修改或定制 第三个 高度关联 好 那么这些情形表明 是不能区分的 在合同层面 那要合并为 单向理议 第三步 确定交易价格 我们有四项因素 第一个 可变对价 关键是最佳估计数 是按照期望值算呢 还是按照最 还是按照最可能的金额 那往往单一结果 按照最可能金额 多个结果 那就要按照期望值 用概率来进行价钱计算 第二个营养因素 是这个交易当中 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那实际上是两个交易 销售交易和融资交易 那你要搞清楚 先发货再收钱 还是先收钱再发货 对吧 如果说你是先发货 那就可以确认收入 并且呢 要确认长期应收款 或者合同资产 如果说你先收钱 再发货 那你要先确认 合同负债 并且确认 未确认融资费用 合同负债 对应的是融资费用 对吧 长期应收款 或者合同资产 对应的是融资收益 这是第二个营养因素 第三个因素 就是非现金对价 我们规定 认的是合同开始日的 供应价值 作为交易价格 那么合同开始日以后的 供应价值变动 那要看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对价的形式的变动 比如说股价变了 那就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即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跟收入准则没关系 不计交易价格 如果说不是对价形式的原因变的 那可能要作为可变对价了 可变对价 好 这是第三个因素 第四个因素 就是应付客户对价 应付客户对价 那大的原则就是充交易价格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说是企业向客户购买了 比如说货价 可以明确区分的商品或服务的 取得控制权了 那好 把这块要扣掉 扣掉之后才作为应付客户对价 来去充建交易价格 同学们还记得吗 我说的比较快 如果说回想不起来 一定要暂停 再好好想一想 琢磨琢磨 好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 把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旅员义务 主要注意两个特殊问题 一般情况下 是按照单独售价的比例进行分摊 特殊情况下 包括折扣 也包括可变对价 折扣 那你要看看 是不是跟其中一项或者多项 而非全部的旅员义务相关 那如果说只是跟部分相关 那就把折扣只是分到一部分 比如说某个组合里面 是吧 可变对价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只跟一项或者两项旅员义务 或者商品相关 跟谁相关就分给谁 是吧 所以说我们是把交易价格怎么往下分 那这里边呢 包括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市场调整法呀 成本加成法呀 余值法呀 重点把握余值法 余值法一定要注意放到最后 有折扣的情况下 要先把折扣分到指定的组合里面 就是只跟部分相关啊 这个折扣也好 可变对价也好 先给它分下去 最后再确定余值法 用余值法来确定 最后一项商品 往往是它的价格幅度比较大 分完之后 你还要看看是不是符合我们交易价格分摊目标 如果说分摊之后 最后剩下的那个余值法的那个商品 它的分给它的交易价格 落在了它过去的这个售价的合理区间之外 那表明我们这个分摊是不合理的 那就要重新评估 而第五步就履行履义务 是确定收入 先判断时段 再判断时点 时段旅行 我们是有三种情况 是可以作为时段旅行的 不符合的都是时点 哪三种情况 时段旅行 第一种 企业在旅行旅行义务的同时 客户即取得并消耗 第二种情况 客户已经是取得了在建商品的控制权 第三种情况 企业生产的这个商品或服务是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但是同时能够就企业已经履约的部分 收取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款项 同时满足 我说第三种情况 这两个小点同时满足 那么就是时段旅行 就时段旅行 如果不是时段 那就是实底 那对于时段旅行的情况 要按照旅游进度确认收入 旅游进度的确定是个关键点 我们可以用投入指标 也可以用产出指标 投入指标最常用的是成本法 但是要注意 出力不讨好的情况 也就是说 企业这边旅行旅游意味 但是并没有带来客户的控制权的转移 那我们要把这部分作为非正常损失 是吧 或者说还没有提供服务的一部分成本 要把它扣掉 非正常消耗 那料工费 非正常消耗 那当然要扣掉 分子分母都要扣 就算旅游进度的时候 那比如说这个电梯 我们说给客户提供装修服务 有一块电梯 那这个是不叫损失 那这个叫还没有提供服务的 一些商品或者材料 那这个也要扣掉 单独确认收入 截断成本 是吧 后面呢 还有十点旅行 我们刚刚讲的 大家印象可能比较深刻一些 十点旅行当中的 尤其是要注意 委托代销安排和售后代管商品安排 是吧 尤其是委托代销 那么这个收入什么时候确认 是吧 按照手续费 这里边呢 我们刚刚讲的不再赘述了 行 这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 那可以说本节课啊 内容还是非常的庞大的 我们用时也是比较长的 同学们 听完课之后 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 只意味着学的结束 那课下需要做大量的练习经济 同学们 我先提前给大家做打声招呼 因为收入这五法 是吧 它是可以嵌套 食物当中任何的模型的 食物当中任何的复杂的问题 所以说你做题的时候 也仍然可能会遇到 是吧 非常的一些 就从来没见过的情况 同学做辅导书也好 或者做这个提口当中的 客户作业也好 有可能是面对一些新的业务 但是不要害怕 你就嵌套这五项业务就可以了 嵌套这五项业务 当然了 咱们考试基本上不会跑出咱们教材列举的这些例题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你就把教材例题和我讲义上给你举的这些例题掌握了 基本上考试足够了 考试足够了 OK 行 那么我们关于收入 咱们这一节课呢 收入的顺应和计量啊 我们就学习结束了 好 同学们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